依然是一个乱局 双方这回较量打的是比较纠缠的 好 袁思俊的球权 黑球打进 下干来要右下方抵蛋 好 黑球一个向上的角度 效果不错 左下底还是架干 吃库再上去 调一杆低分值了 黄球的中带 篮球中带角度有点不够用 绕台 绕得不错 左下底有了 粉球下方的这一颗 19 好 好 这回把篮球打回点位 这局袁思俊绝对是有机会再将比分追平的 25 如果说个人的准度再能提升一个台阶的话啊 袁思俊今年收获一两个冠军并不是梦想 26 这个黑球叫的不理想 大角度 非常大的一个角度了 好 拉干吃库 再围黑球 哎哟 这个准度还是一个硬伤 黑球打丢 这样左边中带漏机会给赵新桐 好 打进接黑球 当然给赵新桐留下的台面啊 不简单 这五颗红球哪一颗都有挑战性 先要优下底贴裤的这一颗 那但是他得吃库绕上来 黑球可以戴一下底裤红球 打黑可以红 先要优下底吧 带的效果不好 至少这一杆是叫不到 好 走到两颗红球的右上方 没了 再给个镜头啊 应该是没了 下球线路被挡住了 双方仅差三分 台面还有三颗红球59分 三颗红球51分 好 继续防 好 继续防 效果不错 保一下黑球左侧第一颗 这杆打的是厚了一点 给到了袁世俊长台的机会 好球 咖啡球打跑 然后母球去贴绿球 好 坐上一杆斯诺克 一库直接解到 母球差一点摔弹 右边中带漏球了 彩球还是走的不到位 不到位的话贴黄球做斯诺克 没解到 母球还摔带 这个摔不摔带都要摆回去 这个看看 还是没解到 三干了 这杆球确实有难度 解球的角度给的只有一条线路 左侧没法解 目前赵新通已经被罚了16分 这个解不到还容易摔带 第五干 没解到20分了 再解就解超分了呀 第六干 好 这干终于解到了 赵新通可千万别向马克金同志学习 马克金同志曾经解斯诺克连解树干 直接送了对手60分 好像今年这个分数被打破了啊 也是一个小将 不太出名的一个选手 他是被罚掉61分 打破了马克金同志的记录 这局袁次进就有可能拿下了 因为彩球都没有死球 走多了 31分 58分 超延分了 打进黄球超分 好 绿球打进 这局也拿下 咖啡球自己坐上了 这局接到 为了 好 赵新通认输 4比4